入夏以来 各地的夜经济不断发力 属于夏夜的烟火气升腾 夜景 夜游 夜购 逛逛迟迟 休闲娱乐新业态新场景亮点频出 不久前 上海青浦区的一处 城中村项目改造之后重新亮相 时尚与古典相碰撞 多元融合的业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我们马上来连线在上海的记者金和淼 和淼 你好 带我们领略一下上海夜经济的活力吧 晚上好 主持人 如您所见 我现在正在一条游船上 穿梭在一处江南古镇 夜幕降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 两岸是灯火璀璨 游人如知 那这里是上海的盘龙天地 其实这里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古镇 而是全新打造的一处开放式的商业空间 这里整体是拥有大约5万平方米的 一个古镇商业街区以及23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 从历史记载来看呢 这里最早可以追溯到1400年以前的隋朝 近些年以来呢 作为上海首批的城中村的改造项目啊 这一处江南小镇呢 也是将千年的历史文脉 重新注入到一个全新的商业空间当中 也是逐渐成为镶嵌在红桥商务区的一处全新的地标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艘船正在缓缓地 使过这个千年的古桥 那其实在这里啊 经过千年的历史变迁 以及时光的沉淀呢 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历史建筑都散落其中 水游在桥上存 水街向蜿蜒 粉墙带瓦 在其中呢 不仅有这种代表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些新品牌 也有许多的这个承载着传统文化记忆的老字号 比邻而居 于是我们看到呢 网红咖啡店开进了百年古宅里 小桥流水呢 也是搭配上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新式餐饮 而在公共绿地的星空影院呢 人们在这里围坐纳梁观影 而在城池库里的一旁呢 也是会传来滑板公园的阵阵嬉闹声 一幅城市微度假的全新图景 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此时此刻 乘着夏夜的晚风 您可以坐在摇鲁船上 欣赏这里的江南夜色 也可以点上这样的一份游船茶宴 据我了解啊 这样的一份茶宴呢 也是最近刚刚推出的一个夏日限定 那可以看到这里是有这个冷脆的荔枝红茶 还有一些老白茶 还有这些是一些造型精美的中式茶点 搭配上石令水果 也是带给大家独一份的江南味道 另外我也了解到啊 在这里的街区呢 还有非常多民俗文化以及这种汉服的体验馆 也带来了制作非常精美的一些这种手工艺的小礼物 作为伴手礼的话呢 对于这里的这个消费者跟游客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另外呢我们听到啊远处传来的郑镇的那个行声悠扬那也是最近我们这个街区里面去推出的一个古镇的游船的像游船表演的项路 可以看到今天应该是有一个琵琶的演奏 那在随后呢我也了解到这边是会逐步的去推出像是平坦啊等等的一些曲艺表演 您可以以这种形式在这里与传统文化不期而遇 那也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去体验夜色江南的这种显示与温情 船在往前缓缓的开行过程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 在之后远远望过去的烟雨狼桥上呢是打造了一个月见盘龙的光影秀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整个的这个廊桥上的投影上面呢是有这些古镇啊树林啊 还有一些竹影的各种元素通过非常缤纷的色彩是投影在这个廊桥上面 那时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池荷花摇曳生姿 时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烟雨楼台水波荡漾 在这里体验一份特别的江南的诗情画意 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这个游览啊 那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呢 这里不仅是展示了上海城市更新的一个成果 那也是体体现出商业空间呢 还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在两岸的有非常多的游客都在这里驻足观赏 也是通过这种光影的力量呢 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到千年传承下来的自然之美和人文艺术 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今天在现场的报道 时间交给北京 好的感谢和秒从 上海青浦摇掳船上发回的现场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